南投市桃一家料先例 为了要制作真正的南投桃 决定使用老祖先所运用的材料 那就是来自猫罗西的土 虽然说试验的过程遇到不少困难 不过成功收制出来之后 效果是出奇的好 而他也期待将来 相关单位都可以重视这个部分 将真正的南投桃推广 并且传承下去 因为现在所使用的土 大多不是南投的土 而是从外先市采购的 因此趁着先前 马罗西整治工程期间 南投市桃一家料先例 是收集到深度再15尺的土 借此他希望可以制作出 真正的南投桃 我势必说要把这一段南投桃 它制桃的历史的原料长什么样子 然后它烧出来之后 以我现在烧解的温度 能不能烧 所以我才千辛万苦的去 找到了土矿 来试作了目前这一套茶具 茂罗西土材质 与料先例从前接触的不同 因此从配比例开始 到烧制时间的长短等 都必须经过好几次的试验 最后总算让他成功制作出 一组泡茶组作品 我第一次摸到南投桃的土的时候 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因为它比现在市售的苗栗土 质地更好 更柔 更细 在不上幼的状况之下就适得泡高山茶 或是青帕小茶 就是类似我们以前比较喜欢的那种 大王子沙湖 猪泥那些 我也尝试泡过了 那真的对茶水来讲是蛮不错的 廖前例表示 透过制作传统的南投桃 希望让年轻世代 或是不熟悉南投桃的朋友们 一同来了解这段历史 去了解说原来南投桃 或是南投的土是这么的好 然后原来原来我们祖先用的土是这样子 然后他们要去找到这些土的过程是那么的前行 它也是文化层面的一环 那如果公部门能够重视那当然是最好的 利用南投的猫若稀土所制作的陶艺品 不仅材质一流 泡出来的茶也很好喝 陶艺夹料闲利 期待相关单位可以多多重视 让正统的南投桃可以发扬与传承 记者重新南投线采访报道